Salut les amis,我是冬冬,欢迎收看饮食法文 来到小说第十一章,有新的法文生字出现 它就是Eclerc,意思是闪电 又因为是泡芙,所以中文多数译叫闪电泡芙 这是发觉一种非常流行,很平民化 但就非常美味的糕点,传统上有两种味道 一种是巧克力,另一种是咖啡 做法是泡芙Buttershu,加糕点奶油Creme Patissier 两种元件我都曾经拍过视频来介绍,在这里就不重复了 然后在泡芙上面铺一层叫封当的糖漿来封顶 我在发觉读书的时候经常买这种糕点来吃 因为它的价钱一点都不贵 切合成现在的消费水平大概不用10元一个 就算当时是穷学生的我,都能够吃得起 好可惜在香港,就是这么简单的法式糕点 也似乎很难找到 做它的材料并不贵,工序也不复杂 为什么香港的蛋糕店,不论中式或西式都不做呢? 是否因为买不起价钱,赚不到钱,所以不做呢? 早几年曾经有发觉过江龙,Eclair de Genie,来香港开店 主打的就是这款糕点 但是就将它的食味多元化和高级化 装饰也改到变化多段,卖上非常吸引 不过这间蛋糕店,好像只是经营了很短时间就停业了 真的有点可惜 是否因为香港人对这种蛋糕不太认识 但名店价钱,这客户又显得太贵 所以没办法打开市场,令它推广不到呢? 如果是这样,那就真是一个解不开的死结 唯有指望大家自己动手来做 领略它的美妙之后 希望到时会愿意花钱 买有更高工艺水平的Eclair,来吃吧! 这次就说到这里 如果各位喜欢我的内容,记得订阅 到此后